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呢 第三个这个小的功能 就是呢 从跳软过来之后 我们需要去呢 显示一些数据 要显示收获地址 要显示这个选中的那些购物记录 那首先我们做第一部分 就是呢 获取这个收获地址 在order的creator 那到这儿是登楼成功了 我们要去获取这个收获地址的信息 对于这里获取收获地址的话 得获取我当前登录的那个用户 他所有的收获地址 用来呢 显示在页面上 让他可以去选 当然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做过的功能 就做了一个注册登录 做了一个注册登录 然后呢 还没有去做给他添加收获地址的功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到呢 直接用到我数据表的这个测试的数据 我们会有一张那个收获地址的表 一个pyg下位线address这么一张表 这张表里边呢 我放了有那么几条测试数据 但是呢 它的这个用户id 我是直接写死的 因为是测试数据 它添加进去的呢 有个id是1的 有几个id是3的 然后大家用的时候呢 就自己去选 你可以根据 你先看一下 看一下你登录的是哪个用户 你看它的用户id是多少 比如说我这里登录的是第一个用户 用户id是1 那我就先改一下这个数据 比如我多改几个 把它用户id我改成1 那这样我再去查用户id为1的 它的地址的时候就有三个了 因为大家如果是自己注册了这个用户的话 你可能注册到了比如一个neu id是等于neu的 你去找它是没有数据的 你查不到 查不到数据呢也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结算页面必须要选收货地址的 所以这会儿需要大家呢 暂时就直接去改这个数据表 我们那个收货地址的功能呢 课上是不做的 就是收货地址 其实也就是一个一套基本能量查 然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改了一下这个数据表 改了数据表 然后呢要去查询这个收货地址相关的数据 所以呢还要去创建这个地址的模型 这个地址的模型还没有 我们创建一下这个模型 pp sync make model 我们下的一个address address 然后呢再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表当中的这个字段 我们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地址表当中字段呢 我放的比较多 比较多 但实际上我们要用到的呢 并不是所有的 然后首先有id主件 有用户id 表示这个地址是哪个用户的 然后呢有收货人的姓名 收货人的手机号 后面呢是收货人的地址 那收货人的姓名和手机号那是必须要用到的 后面的这个地址呢 我放了有这么几个字段 有省份的一个编码 城市的一个编码 有一个县区的一个编码 放了这三个 这三个呢主要是为了做 页面上的一个三级联动效果 我们就存在这么一个数据 相当于存在每一个城市 它对哪个ID值 或者一个扣的值 然后呢 后面这个AREA 这里存放的就是省市区 他们一起的这个名称 比如北京市 市区区 然后呢 顺义区 那存三个地方啊 就是省市区 那放到这么一个字段下 然后是后面填写的详细的地址 我们放在一个字段下 所以我们真正去显示这个地址的话 要用到的就是后面这两个 一个省市区的名称 还有呢 详细的地址 把这两个放一起 就是一个完整的收货地址 前面这三个呢 那三个编码呢 主要是做 比如添加和修改的时候呢 做那个三级联动效果 才能用上 然后后面有这个 Ease Default 它是否是默认地址 那加上这么一个功能 你可以把 你收货地址呢 那某一个 是指为深默认的 0是否 1是 那我们页面上呢 也可以呢 去做对应的这个默认的功能 比如说 深默认的 我会默认选中 那你可以呢 如果要改的话 也可以在后面改 但这里可以根据判断去展示 如果是默认地址 给你显示一个默认地址 如果不是默认地址 这里改成了一个 设为默认地址 都行 那你再去做一个 比如一个阿甲斯的一个功能 我点击设为默认地址 就去修改一条数据表 修改一条数据 然后页面上呢 就把它选中 就可以做这么一些功能 这是收货地址的这个功能 然后后面是时间 三个时间次段 那对于这些数据呢 现在我们修改好了 这个数据表 我就能够查到对应的数据了 那再就到控制器当中呢 去进行查询 要查询的是 我当前这个用户的 所以首先还要获取用户 获取用户ID DollarUserID等于 Session当中的UserInfo .id 然后再去查询 这个收货地址的信息 NP Command Model 这个ADD IESS 然后它的条件的话 就是用户ID作为条件 查这个用户的 DollarUserID 查当前这个用户的 所有的收货地址 那就呢 Select 查到之后呢 把它放到页面当中呢 要去展示 我们就先查这个 就去展示这个地址 这是到Create 这么一个页面 要有呢 一个address 做一个变成复制 这样把数据查询到 然后呢 再放到页面上 当然这里也可以去 设置一下 那个查询哪些字段 你可以说 有几个字段 你不需要 你可以不查 比如说呢 这个三个时间字段 你用不上 比如说这三个编码的字段 你用不上 你可以不查 就用其他的 都行 然后在页面上呢 就去做一个页面的展示 找到我们解算页呢 这个收货地址这一块 那也可以从页面上去看一下 究竟是哪一个标签 代表的是一个收货地址 这是ULLI的结构 那UL里面的一个LI标签 它就是一行 一行就是一个收货地址 那又找到UL的LI 把LI标签呢 我们保留一个 for一起 $DDESS S$V for一起 他们可以还要去检查一下 检查一个问题 我们数据表里面呢 一个 我改的这几条数据啊 它后面这个默认地址 确保呢 只有一个是选中的 对 它只有一个默认地址 就一个用户 只有一个啊 就改的时候也检查一下 我这原来呢 应该是第一条 第三条 应该后面 意思default 都是1 我现在把它们呢 就改成第一个是1 其他的都是0 然后呢 在页面上呢 需要去循环展示 然后有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名称的位置 收货人的姓名的位置 把这先改成 这个收货人的一个姓名 多了V的 这个字段 叫做 Consign E C-O C-O-N S-I-G-N E-E 这是收货人的意思啊 这个单词 然后呢 把它前面 对它的选中效果 是一个selective的去控制的 用这么一个class控制的 所以在它外边呢 得套一个一个判断 判断我们当前 这个多了V里面的 一个E字 default 它是0和1两个字 如果是1 我们就给它选中 就加一个判断 控制一下这个class 然后在我们后边呢 还有一份呢 这个收货人的姓名 详细的地址 还有手机号 那也对应的给它呢 写出出来 这团是多了V的Consign E 在收货地址 收货地址呢 注意分成两部分了 一部分是审视区 是这个AREA 一部分呢 是后面的详细地址 多了V的一个ADD IESS 中间可以放一个空格呢 把它隔开一下 然后再到后边呢 是它的手机号 收货人的手机号 多了V点Fone 那接下来可以看一下 这个基本的一个效果了 刷新 我当前有三个收货地址 我改了三个收货地址 那他们分别的后面的地址 手机号都不太一样 那这是呢 这个基本的一个展示 然后印象上 这个选中的效果呢 也是GS本身写好了 这个不用我们写 你选的话呢 它自动就有这个期换 默认选中呢 是我这个ID等一的这条 后续呢 其实这个印象上 也有这个新增收货地址 修改地址 删除地址 也有这么一些功能 包括设为默认地址 这些功能 在那个个人中心 我们在前台的个人中心里面 也会有这个 我的收货地址的一个管理里面 也是地址的内表 然后新增修改删除 也都可以 设置默认地址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功能呢 是一样的 然后呢 选中一个收货地址 我们就可以呢 再继续往后走 往后走 往后走呢 这个支付方式 我们现在不采用这种方式了 这个页面上的支付方式 我们不要了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 专门的选择支付方式的页面 单独放个页面 会有一个这个配点 我们放这个页面上 在这呢 先去创建完订单 再展示这个选择支付方式的页面 这个也好看很多 用它啊 就不用前面的这个选择支付方式了 所以把这些代码呢 可以从页面上给它去掉 在后面这个支付方式的 支付方式 就删支付方式就行 别删后面那个送货清单 所以把支付方式的这个DIV 和后面放支付宝 微信的这个DIV 我们可以给它注释掉 或者给它删掉 那这样的收获人的信息 后边就是一个送货的清单 那个匹配自席点呢 我们不管它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功能 这个是需要有一套 单独的自席点的一个系统 就是单独的一套功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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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